打开水龙头开始刷牙 水就这样哗啦哗啦不断流出 或许有一天这些水不再只是一杯水 而是一个希望 因为气候变迁 台湾天气开始出现变化 根据统计气温每升高一度 台湾每年的降雨天数就减少20天 绕汉分明成了最佳血咒 不是水灾既无是汗灾 但我们的用水习惯还是没变 实际上要提醒民众 让他知道哪一天我们水源来源不够以后 你所面临的问题 让长期至于环保议题的台大电斗 市长郑崇华看到问题 决定展开一场水革命 一开始我们办展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说 水在台湾是个重要的议题吗 不过是打开在水 打开水龙头就会有了 他是知名的节水达人 阿甘也是现任台达电文教基金会 副执行长 认识之场水革命的重要成员 不仅把自家神水法宝搬进整场里 台达电也善用科技 透过小小的投影机 用影像说故事 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 就是以人类来说 我们通常一天要50到100公升的 这个用水是符合它一个基本的需求 那全世界平均大概是落在250左右 那以台湾向来说 相对的确是比较浪费水 我依事实呛于 导国语量丰沛不减 未曾亏待你们啊 富尔摩沙止不住的渴 甚无成用这手睡啊睡啊 轻轻细数着 老天爷没有亏待台湾 但如此珍贵的资源 造在不知不觉中露光了 实际跟着自来水公司脚步 这才会发现 哪里有漏水 一切真的只能靠经验法则 只见师傅拿着各种仪器来来回回 透过侦测器找到大约位置后 再用像是听诊器的东西 隔着超过两米厚的水泥地 试图揪出漏水点 这时才开始从耳机传来 像是强烈台风的声音 不过是真是假 就只能开挖 等待结果出炉 像四年计划我刚才讲的 645亿来讲 我们把它换算 6000公里的台湾款线长度 平均一公里要600多万 IG费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目前台湾想制水 似乎只能像这样土法练功 四处检测抓漏 蛮重要的倒是还是民众的意识 当你如果觉得政府漏水 只是他该花钱去做 而不去思考说 其实这个成本是我们所有人 要共同负担的 这真的是有点 又要买得好 又要买得不吃草 干净的水留不住 用过的被水也是回收处理完 就排掉 以台北迪化污水处理厂来说 平均每天能处理50万吨被水 但真正能做到回收再利用的 也只有一万吨 台湾法令甚至民定 除了灌溉和洗街车 也只能供给工业使用 要以上的这一句 有水当思 无水之苦 值得写思